董结离婚案近日又被提上了日程 随着一系列对他不利的消息以及视频一一曝光 该案又有了最新进展 当事人之一的男主角潘月明在3月15日 出现在了一档有着超高收视率的节目中哭诉 称想念儿子 而今天男配角王大志的前妻 他的为人相貌又被媒体掀了个底朝天 有法律界的业内人士出来说 董结在三亚的不雅视频 不会妨碍最终的财产分割 但在婚内做出这样对婚姻不忠的事情 是否会让董结近身出户呢 对此我们也特意采访了律师胡雪 董结潘月明婚变仪式 继上周的董结王大志海南亲密约会视频 上下集被爆出之后 周末这一戏剧性的事件又出现了续集 与之前大家围绕在董结王大志的亲密举动不同 续集呈现发散状推进 各条线索迅速发展 其中最受关注的就是视频曝光之后 董结潘月明离婚时的财产分配问题 在大家的一片唏嘘声之中 董结的形象瞬间从清纯少妇 变成了婚姻中的背叛者 而更让人担心的是 这样一来董结在和潘月明的离婚官司中 是否会劣势占尽 最终作为过错方谨慎出户呢 为此我们也特别咨询了律师的意见 如果说你离婚了与他人同居 其实是属于婚姻的过错方 如果在有确切证据证明你是婚姻过错方的情况下 离婚的时候一方有权利提起离婚的伤害赔偿 那么也就是这个伤害的赔偿将在你们的公共产材料 或者说从一方的过错方的个人才在当中予以扣除 这个伤害赔偿的标准呢 要看具体过错方在婚姻当中的过错的大小 以及给对方造成的伤害 由法官来挺多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 要对你的财产证明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会所有财产都拿不到吗 这个一般不可能 因为我们也要保证在离婚之后 另外一方他的基本生活 如果另外一方还要照料五十年人的话 还要给他保留基本的奔恶 虽然董结不会有净身出户的可能 但这样的画面一出 不仅会影响到离婚时财产的分配 可能当事人双方更关心的还是金库权 因为和财产分配一样 过错方在争取孩子抚养权方面 也会受到不小的影响 董结因为一段视频不仅损害了自己的形象 更有可能丢掉儿子的抚养权 这样的损失可以说是巨大的 就在大家纷纷落董结不争的同时 一些不一样的声音也悄然出现 原因是上周五某卫视播出的一期节目 在节目里 潘月明因思念许久未见的儿子鼎鼎 动情落泪 这期节目录制是在2月6日 也就是小鼎鼎生日的第二天 看着儿子的照片 一边的潘月明眼眶开始湿润了 别哭别哭 hold住 我都快哭了 因为我觉得月明 我认识的月明是一个特别 有担当的一个男人 对 他一定是有很多自己的苦衷 我希望大家多支持他 对 其实我们当时知道 月云今天来我们节目的时候 我们也特别担心 到底要跟他聊些什么 现在状态应该都还很好吧 那事情风波也挺大的 好多朋友都出来说这说那的 我觉得该过去都会过去的 老天给你的考验 一定会还给你一个更灿烂的明天 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对得起支持我的人 然后做更多好看的片子 奉献给他们 祝他们新年好吧 一段深情的告白 就在董洁亲吻视频爆出的第二天 在卫视上大肆播出 这样敏感的时间节点 不得不让人猜想真的是巧合吗 因为节目的播出和录制 相差了一个月的时间 而董洁的视频 也是在一个月之前就拍到的 但选择在3月14日曝光视频 是不是为了配合潘月明15日 在节目上的真情告白呢 否则在拍到视频之后 立马曝光的话 等到节目播出时 谁还会记得视频的内容 于是这些看似精准的巧合 让很多人产生了这么一个想法 难道这一切都是潘月明 为了在离婚时 争夺财产和孩子的抚养权炮制的 如果说你是偷拍的视频的话 按照最普通的法律的规定来说 你是侵犯了别人的合法权益 所取得的证据 那么应该来说法律是不太大的 但是究竟是怎么样 侵犯了别人的合法权益 其实我来讲也没有一个定论 如果说婚姻的一方 他发现你自己的另外一方存在的过程 请别人进行偷拍 因为夫妻双方存在一个互相忠诚的义务 一方存在的不忠诚的话 另一方为了矩阵 他采取了一些手段 只要不是非常明显的 警察对方的合法权益的话 那么法庭还是认可的 其次 无论是不是潘月明炮制的这一切 又或者是法庭不采纳 亲密视频作为证据 对离婚案的负面影响 已经无法挽回 董结方面会有怎样的应对 我们也只能拭目以待 但用一个字总结 那就是悬 而世界的另一个关键人物 王大志也因为视频的曝光 意外成为了网友们调侃的典型励志对象 其貌不扬的王大志 凭借能说会到的开朗性格 征服了女神 这也让很多网友觉得自己有希望 王大志都能追到董结了 那林志玲一定是我的了 快到我的碗里了 王大志都能追到董结了 那舒气一定是我的了 加油啊 这就是这两天走红网络的王大志体 除此之外 王大志本身的婚姻状况 也成为了大家人肉的重点 昨天有网友挖出疑似 王大志妻子带录的微博 今年1月4日 此女贴出两人亲吻照 1月8日 她又晒出一张 与这位男士的亲密合影 从世界上推算 王大志可能并没有像此前盛传的 你与妻子离婚 难道等着他们的又是一个离婚官司 看来这部戏日后大有成为八点档连续剧的可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ہم導君